超级卡哇伊的粉红兔宝宝在淡水市民联合服务中心一楼大厅迎接来领取灯笼的民众 元宵节将至新北市政府推出今年度的兔年小提灯 各区公所都准备在这个星期来发送 而淡水区公所也不例外 区长为了要让发灯笼变得更有趣味 在市民联合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由公所同人穿上卡通服装 变身成为可爱的粉红兔宝宝 而区长表示今年的新北市提灯相当有趣 而且玩法变化更多样 我非常感动我们同人非常用心 在我们在发放我们这好运兔灯笼的同时 甚至他们有去来租借到这样那么可爱的 我们的兔子的一个造型的服装 那希望说来让这个气氛更有趣 让孩子更喜欢 那这边再一次的也谢谢我们同人的用心 区长表示今年的新北市兔年小提灯 有长长的耳朵 敏捷的动作 加上圆满的身形 象征温和的个性 与世无争 多子多孙是兔子给人的印象 好运兔在设计时 就是朝向圆满金河 趣味实用的方向作为终点 而且还可以组合出四种不同的玩法 设计了很多款式的手提灯笼 那主题是好运兔 好运的兔子 同时也是好好受运的兔子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 我们公所同仁非常用心 把这个兔子的灯笼折出来 有大兔子 有青子在玩的兔子 有儿童在玩的兔子 还有包括悄悄板的兔子 非常多 那这边就是让青子可以一起来 折这个灯笼 来一起来过这个快乐的云霄节 区长表示 在淡水区兔年提灯首发 在2月3号晚上 与淡水市民联合服务中心 还有新兴、中兴、长根及老街上的 无理市民活动中心发放 而在2月4号星期六早上 则是在淡海、民生及水堆市民活动中心发放 提灯以指雕创作结合科技、环保、创新 象征保健康 照顾市民的社会福利政策 而现场也吸引许多的民众 前来排队领取 相当的有缘消节气氛 记者许多一弹水采访吧